这么多同学都来质疑小丹老师 天哪 怎么还有这么多同学不知道学英语的真谛呢 看来今天要给你们分享点干货了 现在你们看到的无数学习英语的方法 音标学习法 谐音学习法 自然拼读学习法 全部都几乎已经要被淘汰的学习方法了 当你还在用这些学习方法的时候 我已经带着我的学员 不断的在创造奇迹 十年前我从一步一步观看书籍到外出访学 到独立开创教室独立英语教学 十年后我可以在这里带着三千名的学生逆袭英语 正是因为我的方法不断的在改进 不断的在更新 针对不同的学员情况都会做有所调整 比如你英语单词不会拼读 那么下面这个教学视频你一定不要错过了 怎么还有人不知道IR的发音 IR的发音是 比如看这个词 不懂方法浪费时间在学音标 一天只能记几个单词 如果你能把这个努力放在学组合音上 你一天记一百个词轻轻松松 如果你还没有这72个组合音 加点击右边老师的头像 左边这里有一个粉丝群 加入就可以了 我是小丹老师 2023年的目标是帮助五千名学员逆袭英语